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莫玉京 2537集 收回手 张凡看了一眼马志勇和谭光明 略作沉吟之后才说 孩子身体没什么大毛病 只是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常 所引发的发热 听到张凡这话 马志勇皱着眉头 挠挠脑袋 马远征 有什么话就说 马志勇听后一愣 然后尴尬地笑了笑 当时我也想到过这一点 孩子是不是得了 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常这种病 一般患有这种病的患者 有四种临床表现 第一 体温较高 多是大于39度 第二 取杆体温高 四肢体温低 第三 体温升高 但心率无相应的变化 第四 对解热阵痛药物反应差 物理降温有效 可是孩子并没有这三种临床表现 化验结果也不足以支持确诊为 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常这种病啊 张院长 我这可不是怀疑你 我只是有一点想不通啊 马志勇说的是心里话 毕竟他看到张凡出手救治病人的场面 对于张凡的医术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我理解 张凡没当回事笑了笑 人对于某些自己看不透的事情 有疑惑这是很正常的 我看过一些咱们有关于现代医学的书籍 还有咱们医院的资料 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有四种 最简单的是中暑 另外便是细菌和病毒感染 还有就是脑创伤或是脑血管疾病 最后便是肿瘤和自身免疫病 你从化验单上没有看到过这四种情况吧 对对对 没有的 马志勇连连点头 这也是他不敢贸然判定孩子 得了这种病的原因 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 还有第五种 这种情况在现代医学书籍里面 并没有记载 那这第五种情况是什么呀 三魂击破当中的 肤死破受损会影响整个夏丘脑 而温度调节中枢 正是夏丘脑的位置 哦 原来是三魂七魄的事啊 马志勇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恍然来 咱们现代医学 还远远没有达到 可以研究人三魂七魄的地步 那这么看来 是孩子的肤死破受损了 马志勇说吧 谭光明试探性地问道 那张先生 孩子这灵魂上的病 您能治吗 能治 听到这话 谭光明和马志勇的脸上 同时浮现出了一抹喜色来 二人望向张帆的眼神 变得越发地钦佩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谭小明忽然说道 爸 我热 兴奋中的谭光明 被他儿子的话 拉回了思绪 他急忙抬手 去抚摸他儿子的额头 然后找来药和水 要给他儿子服下 马上 你陪孩子玩一会儿 我有话要跟他说 张帆站起身来 拍了拍谭光明 哦 谭光明默默地答应两声 然后做了个请的手势 带着张帆到了书房 谭光明家的书房的装修风格 非常雅致 给人的感觉 也是非常好的 此时谭光明心中忐忑 对张帆说道 张院长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是不是 是不是我的孩子没救了 这倒不是 我刚才在外面说的话 都是真的 并不是在安慰孩子 听到这话 谭光明松了口气 孩子的病有办法可以治疗 那还有什么 让他和孩子接受不了的事呢 在他看来 大可不必来书房啊 就在这时 张帆忽然说道 这个孩子 他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程院长 您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这孩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是你老婆和别人生的 什么 谭光明满脸的难以置信 而后连连摆手 不可能不可能 这孩子一定是我的 我记着日子呢 你记着日子又能怎么样 那段时间跟你妻子同房的 或许不止你一个人 张帆的话 令谭光明没办法反驳 谭光明张红着脸 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而后接二连三地说着不可能 张帆作者 等待谭光明恢复情绪 谭光明也是一个高学历人才 更何况这么大岁数了 有着一定的控制情绪的能力 三分钟后 他情绪已经缓和了一些 抬起头来 对张帆问 程院长 您这么说 有没有什么异局啊 这些 都是通过你的面相看出来的 面相 您还会看面相啊 谭光明有些怀疑 他只听说过 有关于张帆的医术 并没有听说过 张帆还懂得面相 你最近命犯桃花 有两个小姑娘为了上位 都在追你 由于谭光明不善言辞 或许比跟他有着 同样的学历能力的人混得 还要差了一些 但他的自立学历能力摆在那 在单位的级别也不低 而且还处在一个 比较关键的位置 有一些为了上位 往他身边贴的小姑娘 这也是很正常的 此话一出 谭光明的表情一僵 张帆说的这些 也的确是正在发生的 除了他和那两个小姑娘 没有其他人再知道这事 这从侧面也证明了 张帆的确是懂得面相 那他和他儿子 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情 也几乎是可以坐实了 沉默了一会儿 谭光明望向张帆又说 哎 张院长 你有何必跟我说这些呢 我如果一直蒙在鼓里 也不会有痛苦的感觉 就这样过一辈子呀 也挺好的 我也想过不告诉你 让你保持心底那份平衡 可是 不告诉你不行 不行 怎么不行啊 因为害你儿子的 是他的亲生父亲 如果我今天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只把孩子的病给治好 什么都不说 孩子的亲生父亲 还有可能会继续害他 我不能眼看着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 什么 谭光明大害 难以置信地望着张帆 轻声呢喃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虎毒还不识子啊 事实就是如此 另外 今天我不捅破 或许 在未来的某一天里 会被其他人给捅破的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